赚到的太多了 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样 卖给他 卖给小孩 让他去贷款 然后钱是不是给你老爸 钱要给你老爸 就给我老爸了 我钱就什么 握在什么 手上 对不对 那他是不是 给我们买 而且要卖他比较便宜 还是比较贵 买贵一点 因为 只有他会买啊 我们卖别人没办法卖太贵 了解吗 卖贵一点 所以他 他将来再卖的话就赚的少 所以税就 少一点 这样子了解吗 所以要挣还是要卖 卖 千万不要再挣 各位挣了以后会很麻烦 OK 现在 有心理想要挣的人赶快刹车 那已经挣过了赶快撤销 对吧 还来还来 不笑 所以 各位最后的会了吗 好 如果你慢慢会了的话呢 我就开始来讲 每次 我每次啊 我每次讲到这个的时候 所以各位呢 我们将来呢 这个财产要移转给小孩的时候啊 是我们现在老人家的大问题啦 各位为什么呢 你财产移转给小孩 他会把你给什么 抛什么 抛弃了 就像有一次呢 有一个那个 六个姐妹跑来我事务所 我说 你们要干养 干嘛 他说呢 爸爸死掉以后呢 差不多留下一亿 结果呢 各位我们有六个姐妹 还有一个弟弟 男生 就只有他是男生 那呢 我们 认为说这个移义就让妈妈发完 所以我们这个 整个 那个遗产呢 就给 妈妈嘛 就全部给妈妈 那花剩的 我们七个人再来分嘛 结果呢 各位 这个妈妈呢 竟然 拥有了这一以后 这一个小儿子 这个男生啊 各位传统女性是不是都重男轻女 好 跟男人那是小儿子 那个女生不太嫁出去的 都不太那个 所以呢 这男生就常常跑去 妈妈 你好不好啊 这样 各位 这种 对你太好 虚寒问暖的孩子 也是要防着点 可不能全信啊 告诉你 你的肉是 你的心是肉做的 很容易 就认为他比较好 结果呢 各位 他把这个遗亿的东西都给这个小男生 这个男生就到美国移民了 都不回来啦 后来妈妈倒掉 倒下去了 又送安养院 都是这六个在看啦 结果他很想念他的儿子啊 就叫他 叫他的女儿打电话去叫他 回来看他啦 说我来日无多啦 结果他小孩子说怎么样 机票很贵 哇靠 拿走一亿多 然后说机票很贵啦 各位因为他知道妈妈已经都没有钱了 你看 各位这种事情的话 不是只有一般人发生 我告诉你 最高法院的庭长啊 他的儿子在外国留学 他那个最高法院那个庭长 要死掉的时候把这个钱 寄在大法官 那个他的 他的同事 他后来当到大法官 帮他雇这些财产 他的儿子回来 告这个大法官说钱是我的 你懂 所以各位 千万不要去美国留学太久 会变美国人啊 变美国人 不太有那个 亲情的这一方面 所以各位 像这个的时候他就说 不回来 结果妈妈 死掉了以后 他们也 也没有回来 妈妈含恨而走 所以他们六个姐妹 来我师傅所说 无论任何代价 都要什么 告他弟弟 各位 这种 我们律师最喜欢这种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个 反正你钱要花嘛 你说要告就给你告 可是我跟他分析 我说 第一个 你要告他什么 我告他仪器 我说 哪有办法构成仪器 你弟弟不回来看 那你们六个给妈妈照顾的 这么好 所以有构成仪器吗 没有各位 所以 你要没有办法 告告的成仪器 那我告他呢 应该要什么 付什么 抚养会 那我说他只负担七分之一呢 然后我们要去哪里告 美国呢 美国律师会那么贵 你还没有咨询就已经 咨询会就超过那个抚养会了呢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说叫他放下 他说我真的放不下 我跟他讲说放下 真的就只要放下 认了 你碰到了 就是要认了 更何况呢 我也没有美国律师的牌 隔着后面是我家的啦 意思是说根本不合算 所以各位呢 这是妈妈的处置不恰当 所以各位呢 像这一种呢 妈妈就不应该这样处理 各位妈妈就应该怎么处理 要不要马上给他 不要不可以马上给他 要把这个肉掉高 让他一直跳 这些财产应该拿去信托 或者老师来介绍你们一种 各位 是怎么样你知道吗 这种呢 我最近 有运用了几个 叫死因什么 证语 各位什么叫做死因证语 这比较少人用 譬如说我呢 没有兄弟姐妹 那结果呢 我如果死掉的话 我的财产 会给我那个孙娜 那我一直 就是念着 那个我老了也是我孙娜照顾我啊 所以我就会讲说 这以后都是你的 结果呢 各位后来我死了 那个孙娜可以继承到吗 可不可以 各位认为可以的请举手 不行 因为孙娜不在继承的什么 顺位里面 所以那些财产就归什么 归国库啦 结果那个孙娜常常跑来我们事务所说 他从 以前就 就说要给我啊 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什么 知道 那我们说好 那就去告他吗 告他说 那些应该给我 结果我们法官审一审的时候说 那你们两个 有没有 讲好说他要给你啊 你说好 他说他都有讲啊 啊我不好意思说好啊 各位这样有没有成立正语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 不要 不好意思 一定要说什么 好 可是对方还没有说你就说好那也不算 好不好 那各位呢这个怎么样让这个财产可以到这个孙娜 不然会归国库啊 那有很多的人就会事先就过给这个孙娜 结果他真的被丢掉了 所以各位这个要写什么 写说你好好什么 照顾我 我这个会给你我们写好 什么时候你拿到 我断气的那一天 你就 就生效了 这个正语就有效了 那以后你拿这个来法院 各位那你们两个人写好 拿来我律师这边当见证人 对不对 或是你指定我是遗产什么 遗产管理人 这也OK 不然你就可以用遗什么遗嘱 说这个全部就要给他 这我们碰到很多 这要碰到很多 所以你要 利用这一种说 我呢 吃到 我不能吃了以后再给你 那我现在愿意给你 但是我 吃剩下的才给你 各位这是不是我们老人的想法 对啊 我们老人的想法 不是不是我们老人 我们将 所有将来有一天 我们老的都说 当然是我吃剩下的才什么 给你嘛 所以各位不能说这个生前就一直在给他 各位一给他的以后就变他的 这很难告的回来 所以应该要用这样子说 好我要给你 但是还不是这样 我会给你 但是死掉以后才是你的 才是这样 所以各位这叫死因正义的契约 要会这样子 我介绍你们这种观念的以后 你们将来就比较容易处理事情 所以各位呢 第一个 你可以什么 把这个财产给 利益什么 遗嘱 说以后这财产要是分配怎么样怎么样 那遗嘱的话如果来我这个事务所就帮你写一写 我就帮你带去那个公证人那边什么 公证 而且也随时可以改 各位遗嘱也不一定到律师事务所这边来 只是说你自己写的话 很容易被改 而且拿去藏起来 他自己再写一份 所以通常是拿来我们这边 我们给你去办公证遗嘱的话 那公证人他的遗嘱都留着很久 各位这样在交代事情 比较那个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的遗嘱就会写说 那一栋房子是我借名在谁那边 那一栋房子我写借名在那边 那些各位写这个有没有效 没效 所以你不能说那个财产 我嫁在谁那嫁在谁那以后死掉你要去跟他要 那要看对方是不是认账 所以不是遗嘱写的就有效喔 所以各位那个东西你遗嘱写的是在你名下的你去分配 这个是第一个都透过这个遗嘱 第二个就是透过这种生前就已经写好的这个契约 死掉以后再生效 那这种死因正义以后就要到法院去告告了以后说 他应该给我好那法院判了你就会到地证去登记了 这个比较容易处理 所以这个各位第3个你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财产给信什么 信托 然后说我死掉了以后呢 这个财产 再来给什么 谁 各位外国人 他们财产让这个财产 传输到需要有成就有努力的孩子的身上 都是透过信托 那我们这边中国人是财产都给了小孩 通常是那个扑弄共的 在那里软步一通 而且拿走了更多财产 搞得天下了 大乱 所以各位我们在做事业的人我们在做 好不容易一生就累积这样的一个财产 不然你就要像我爸爸一样 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好的爸爸 因为他死掉以后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吵架 你们怎么这么了解我 不然你就要处理成这样 好这个是裸推 如果你有的话 真的就是说 所有的兄弟 兄弟姐妹 不一定能够分得平 你一定要把它做成妥善的什么 安排 有的先拿了 他还是回头再跟你 跟你争产 所以这个几个要向各位要会 好来 你这个时间听说有限制 我一开讲了以后就从来没有听过 我认为我还没有开始讲 我现在再来 再来讲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各位 老人家在处理这个财产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看我的讲义 要好好的去处理这个财产 以免埋下将来的增产 还有你被抛弃 被遗弃的这种 后果 来 再来的话 我要讲讲 恐怖的夫妻 各位 这个夫妻 法律上保障的比 父母亲还要 优 而且保障的比子女还要优 所以这个夫妻在法律上 为什么保障那个夫妻 这么样强烈 都是为了什么 你们都都没有去考虑 各位都是为了什么 都是为了我们 能够还原下一代 所以他才要保障这个太太 这么 这么 这么强烈 所以各位 保障这个太太强烈到什么地步 各位 太太强烈到底下 老师跟你们讲了以后 你们就知道 来 各位 我们的小孩呢 长大了 现在在做工作 那么他 要去买房子 我们给他赞助500万 这我常讲 然后呢 他们就去看房子 看到 桥头 有一个房子 差不多了1800多万 所以我给他 妈妈赞助他500万 然后他们就 去订这个房子 然后他们晚上睡在一起 抱在一起 睡成兜 两个人不是这样抱在一起兜吗 那太太就问他说 我们今天看这个房子 要登记谁的名字 对吧 各位 这个儿子呢 就是教的太怎么样 直白了 他讲说 妈妈有帮助我们500万啊 而且妈妈说什么 应该登记我的名字 各位 这两个人马上睡成笔 因为他太太马上转过去 这个先生就讲说 你是怎样 没有啦 睡觉 刚刚不是好好的 你现在是怎样 没有 哪里不舒服 没有没有 睡了 各位 那他到底是怎样 没有啦 没有 各位 结果他吵了以后呢 就说 啊 你去怕你老婆睡了 睡成笔 各位 这真的发生的呢 好 各位 请问这房子呢 最后登记谁的名字 还是太太的 那登记为太太的名字了以后 各位 这个太太呢 反正先生都去上班嘛 那他就用他的名字贷款 先生做保证人等等 各位 这个太太呢 太会什么 不是太会理财 太会电视购物了 花过头了 所以刷卡刷报了 所以各位 他去借二胎来还他的信什么 信用卡 这叫做理债 来这样子 各位呢 借二胎来 那个 那就从那个 先生给他的家务的 会用 沾去付 这个二胎的薪水 各位这撑得久吗 撑不久 各位为什么 来 各位 请你们把你们的手拿出来 把他合容 看看 看看 合容啊 看看有没有动 有没有动 我们说没有动的就是不会漏财嘛 对不对 有动的勒 有漏财 所以各位要断气三过嘛 你看 断气三过 各位 一个杯子 如果破洞 我们水怎么倒 它是不是水一直流走 对啊 所以各位 你人就像一个 一个 你的人就像一个杯子一样 你 到处就是 要吃 要喝 要看电影 然后要出国 然后日本要去两趟 一下看樱花 一下看什么 枫叶 对 这样会存钱吗 不会啦 你如何存到第一桶金 累积你的财 所以你的手是什么 有动的啦 你 你的坏习惯 漏气 这个叫漏气 另外一种杯子里面有污水 你怎么倒的话 像那个 脑袋 都是黄色的 人家讲什么 他都会改变成黄色 以谁为代表 非裔青 对不对 每次讲出来 什么都讲出黄色的 叫皇帝 另外一种是什么 杯子就倒过来 什么东西 水都倒不进去 这个叫什么 富气 富气 这个叫污气 这个叫漏气 漏气 对吧 坏习惯不改变 怎么能存钱呢 是不是 所以各位 这个太太就有坏习惯一直 他理债 拿那个二胎 各位 但是电视购物是不是还是一直买 对啊 所以还是怎么样 不够啊 还是被追债啊 结果他就怎么样 把这房子给卖了 二胎三胎的就把他给卖了 这个先生 等到什么时候才知道 人家要来赶房子他才知道 各位 这种太太要不要离婚 啊 要 但是就太太来讲有这种先生要不要离 啊 有这种先生还离 当然他就不愿意离啊 所以这先生就告这个太太说 你这样子要离婚 各位 结果呢 他我们在 我当法官的时候就在审啊 结果 他那个就请律师来 结果 这个太太这边 先生这边 强烈要求他本人一定要出来面对 那个婆婆啊 结果他真的被我 叫出庭了以后 结果他的先生跟那个 他的妈妈跟他的那个公公 看到这个媳妇出来的话 呀 你这个妻子 因为 妈妈也损失了多少 五百万 对吧 你这个行华 这个妻子 各位那你们在法庭一吵的话 法官就会什么 制止 制止无效呢 改旗 叫你们回去 然后再下一次再来 让你们走到腿软 是不是这样 改旗改旗 各位这出去了 好可以出去了 然后公公就 走啦走啦 没有啦 这女儿 我这女儿 怕我死 各位 走啦不要再吵了 走啦走啦 好啦 这样子啦 这法院啦 不要吵了 走到外面去的时候 他那个太太还是在吵 结果那个公公讲说 你不要吵了好不好 当初 我买房子的时候 也是登记你的名字呢 各位 注意啊 怕太太是会遗传的 好不好 可是各位 这就是夫妻的 一场 这样子的情形 所以各位 这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我往下讲的以后呢 你们就更 发现这样的情形 各位呢 有一个老师呢 他喔 就是当老师 结果先生说要到 大陆去做保险 又说保险很好 结果呢 他就去了 结果他每个 三个月回来看他一次 后来钱 刚开始钱都照回来 后来钱就有一顿没一顿的 他想说 我要带两个小孩 你有一顿没一顿的 我吓死了 所以他就 把老师辞掉 各位 为什么把老师辞掉 因为本来就会被之前少指化 不如自己辞掉 对 就去做仲介 哇那这个 这几年房地产很好 他赚了两三千万 结果那个先生搞了个七八年回来 各位 回来说他 大陆失败了 财产等于零 结果这个太太的财产两三千万 他就一直吵他 结果他太太就给他签了离什么 离婚 他想说没事了 这种 这种烂人 结果各位发生什么事 太太来跟他要什么 要差不多两千万 说他要他财产一半 那个老师说 怎么会有这种事 所以他一下到人家跟他讲说 对啊 太太可以跟那个先生可以要一半 所以他就赶快把那个财产 过付给他的同事 然后设定抵押 结果害他的同事也都被告刑案 伪造婚书啦什么诈欺啦等等这样啦 哇告得一塌糊涂啦 各位 你们知道吗 后来拿走了一千两百多万 直学啊 就给他就法院判一千两百多万 这是什么 夫妻剩余什么 财产 各位这就是 所以各位你知道吗 以后如果你要离婚的话 你就到大陆去洗衣圈 是不是都没有了 都没有财产了 那他的财产在国税局是不是 都很清楚 所以你没办法想 来 再来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这个东西 倒并 翻过来 各位 这一对夫妻呢 是这样 各位呢 他们是在这个大辽有做 开这个 开这个工厂 那这个太太嫁给他就生了差不多两个 或三个 各位 结果呢 女孩子很奇怪 生了小孩以后呢 就跟 都跟小孩睡一起 睡同一个房间 先生是不是自己去睡书房 跟我们男人的悲哀有时候就是这样 早上五六点 出门的时候 看他们 这一窝都睡得好好的 尤其是冬天 是不是 三个都 睡得好好的 我们搞到十一二点回来了 是不是他们都还没醒 还是睡得好好的 对不对 那你不给我温暖 所以我就到外面什么 取暖 所以就什么 就跟外面的monkey在一起 好不好 各位结果呢 他呢 在手机里面 发现他的先生有什么 monkey 对不对 他就发现这个monkey 所以各位呢 那一支刷脸的手机为什么后来都没有卖 有一支手机是刷脸的 刷脸就可以解码了 那一支绝对不能买 因为我们睡在那里 太太一刷是不是所有秘密都完蛋 所以那一支 那个就是 利益良善 但产品不符人性 所以那一支没有卖 来 来 各位结果呢 发生什么事 他呢就不安了 所以呢 他就 他是当公司的会计 所以就开始什么 挖钱 业务什么 勤赞 能挖的尽量什么 有一天他先生发现了说 你怎么给我什么 钱挖这么多 对要 给我算账 算清楚 哇 各位 这个先生来追究他的时候 这个太太怎么应付你知道吗 我教 这个交了以后 你们可能会睡不着 这个太太怎么应付呢 他来法院说呢 要跟他财产要两亿 说什么 我们两个夫妻已经 分居达六个月以上了 六个月以上都没住在一起了 各位 改用什么 分别什么 财产制 这样子的话 我们不离婚 财产也可以跟你要一半 各位有这一条 你们为什么都没有声音 太可怕了 对不对 是不是太可怕了 有这一条 然后他找他的小孩来证明说他跟他先生都怎么样 虽然住在同一个透天的但都没有在一起 分居达六个月以上 改用分别什么 财产制 各位调解的时候 他先生说 没分两千万 撒去 离婚千里千 他说 怎么样 你开玩笑 我现在拿你两亿 我就是不离婚 还要你的遗产 所以各位呢 是不是 睡伴三个月 抓滚心没中 千万不要跟旁边的人翻脸 一定要怎么样 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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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这一条 一样 有一个 这一个也是 嫁给了这个木材工厂 结果后来他生的这个三个小孩就是这个太太在带 结果这个太太在带后来这个先生外面大概也有人 所以他们就告离婚 这个太太就是财产当时登记在他名下的比较多 所以他就说我不什么 我不离婚 因为我一离婚你就跟我要什么 一半 结果这个官司呢 打到三审 我们都赢了 我们都赢了 结果他怎么样 他说 我们打这 这三年多的官司 都没有住在一起 已经分居打多少 六个月以上 还是要一半 这是活生生的例子 好可怕 所以各位这个要 一开始结婚的时候 或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就要改用分别财产制 就约定大家财产是什么 分开的 所以各位你们当家长的 孩子要结婚 要 赠给他或什么的时候 或是将来你要协助他去买房子的时候 然后先叫他们改用什么 分别什么 财产制 可是各位呢 刚结婚就叫改用分别财产制 你敢 被人家敢出去 你还想跟他睡兜 所以各位这就是感情跟金钱的什么 冲突 但是我还是要教 因为现在的律师呢 越来越狠 都用什么 不离婚 但是要你财产一半 这个实在是很可怕 那各位呢 我们来看看 我把这个模型交给你们 你们听了是不是都很沉重 本来非常高亢的情绪是不是跌到冰点 不要怕 不要怕 事情的解决总有他的 解决的方法 生物会找到他的出路 好 各位 我要把这个这个讲完 各位这个是一个 基本处理 婚姻问题的一个模型 给你们 各位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我做年轻家里你们家 我做年轻家里 跟你生下三个小孩 那呢 帮你做事业 做得越来越好 结果呢 你欠人手 所以你就把会计 或什么 秘书生起来当什么 三娘 对吧 假设是这样 对不对 好啦 各位 三娘的时候呢 我们男生啊 在追求你的时候 什么时候最有价值 要不到的时候最有价值 如果要到了 哈 就比较没价值 所以我男人是这样 隆我讲一下那个台湾话 就是说 我在 追到了以后 就是 有没有听懂 说我很爱你 但是钱就不给你 就对了 好 所以各位呢 他越来越什么 感觉到什么 不安全感 所以他要怎么样自保 他就拼命挖 从这里 跟你什么挖 各位 另外能生 拼命什么 生 所以他就会生 A B C D E F 对吧 生六个 各位你看看啊 台硕是 现在谁掌权 三娘 因为王羽阳他们大方没生二 王羽阳他们这只有一个嘛 三娘这边三四个呢 你看 张荣发 那个死掉不是所有的遗产都给那个 张国伟吗 那张国伟他本来当长荣航空的董事长 为什么他会被赶走 因为大房 大房还没有死 而且还生三个 所以大房财产哪一半还生三个 那二房就只有张国伟一个 所以他被赶走 所以各位知道吗 能生要什么 尽量生 这个是有道理的 各位 因为你生七个的话将来我们生病 是不是大家每天轮一个就好 那如果你生两个是不是怕瓶碰 你生一个是不是顶骨肌 对吧 各位 各位我们台湾的很多的问题来自于人口的减少呢 真的呢 不是你生意现在不好做是因为人少了呢 对不对 所以啊各位这个能生要什么 尽量生 是不是内政部长应该出来这样教呢 这拿什么钱给我们补助 那拿原水救不了什么 进火 所以各位呢就生成这个样子啦 好各位 生成这个样子的话事情就大条啦 请问各位 你要不要离婚 这很多人面对这个问题啊 各位要看情形 老师现在来教喔 各位 我要不要离婚 看人家 闹出闹去 而且还写着 董娘不得进公司 他是董娘啊 董娘不得进公司 因为公司有 有有有 这个 在打手 所以这样子 那各位不能进公司 那你要不要离婚 各位 看这样 他本来姓金 现在已经 该生 叫普 这样要不要离婚 要赶快离婚 离一离 可是他说如果你要离婚的话 这三个小孩你不能带走 所以你没有什么 监护权 所以各位呢 他说监护权不给你不然你去告 那你又是董娘又没有工作能力 你告待会怎么样 告不赢 所以呢 看那你只能拿到什么权 探什么 探私权 所以各位很多人就因此这样就不离婚了 好 对不对 各位 其实我还是劝你 因为他已经什么 普论贡了 对不对 他以普论贡 他要带这三个小孩 带不起 所以各位 先给他监护权 以后呢 我们再改 改定监护 才把监护权拿回来 所以你不用害怕 对不对 另外 有监护权跟没有监护权 差在哪里 差在说有监护权要签联络簿 没有监护权什么都不用签 然后孩子带过来的时候礼拜五晚上八点到麦当劳去把他接回来 礼拜天八点到麦当劳交换人职 这样子 好啊 各位 这个不用害怕 对不对 所以 然后给他带回来都让他玩水 带你拍窗 对吧